中橫土石三號又崩塌了 可以看到畫面中 大批的落石從天而降 仰起大片的白霧跟粉塵 一旁就是隧道 好在當時沒有人車經過 現場還傳出陣陣的轟隆聲響 就像爆炸聲一樣 讓目擊民眾嚇得都直呼 以為是中國打過來了 帶你來看現場畫面 我們以為大陸打過來了 民眾拍下驚悚瞬間 幸好沒有人受傷受困 而台鐵花蓮河仁至崇德斷 河仁隧道口東陣線 則是有一顆巨大的落石 砸在鐵軌上面 導致鐵軌斷裂歪曲變形 電車線也掉落 目前東陣線封鎖 踩西陣線單線雙向行車 台鐵工程人員已經趕往現場 事故發生在4號早上6點21分 好在這回台鐵監視人員 即時發現緊急通報立刻封鎖 才沒有釀成更大事故 然後再次看到片封鎖 全球成功火深龍